刘公子 别下了 输赢你都得死 六 谁说不下了 下 皇上有旨继续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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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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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出声了 再喊 按荆家论罪 六王 臣在 侠儿呢 祈奏皇上 听说皇上您来了 小女回到后楼去了 喊她出来看朕下棋 快走 找 侠儿 爹 爹 爹 您慢点 家儿 坏了 坏了 圣败如何 六公子是胜是负都得杀头 为什么 为什么 败了得杀头 你想想 谁敢跟皇上多爱 谁敢跟皇上多爱 要是胜了 那更得杀头 你琢磨琢磨 谁能在皇上之上 既然难免一死 还不如赢了皇上让人痛快 是 黄上 老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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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我赢了 大胆刘庸 你敢赢皇上 来人 给我拿下后置沙头 杀 皇上 刚才擂台之上 可有君子一言 皇上 刘庸实属打不尽 罪不容赦 杀了他 好 李宗盛 heut 呀 是 没 不 对 我看你 黑子白子 皇上下旨 谁不杀 祈奏皇上 刘勇竟敢赢皇上 着实该杀 棋盘上不杀二字 乃皇上亲手欲爹 皇上神智大勇 若皇上 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 皇上手弹上棋 乃成人之美 该杀不该杀的 得皇上说了算 你 好一个成人之美 回宫 札 皇上有旨 起驾回宫 好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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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公子 好玄啊 好玄啊 你是个罗瓜 六公子 你 你是个罗瓜 对 爹 今儿怎么成呢 家里听我说 守坛则叙 对京城人所共之 此事惊动了皇上和大臣们 小姐 你可不能反悔啊 爹 小二 六公子 你呀 确实是个奇才 不过你呀 拿着个斗笠挡住你的罗瓜子 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王爷 晚辈其貌不扬 这年龄和小姐并不相当 本不存非分之想 只为斗契好胜 才和小姐对弈 不想小姐 王爷 小姐 却系我梦中之人 望王爷成全 好 这样吧 你这次会试 如果你讨取了状元 我就把小女相许如何 好 一言非定 我绝不失言 请你 谢王爷 王爷 这是我花一百两银子买来的 里面的内容晚辈并没有拆开 戴公元发榜那天 请王爷当面呈皇上遇来 这里边是什么? 据说是考题 什么? 本辈希望皇上整肃立志 此事非同小口 我记住了 我一定面奏皇上 谢王爷 王爷小姐 我告辞了 咱们走 去世大典关系重大 何爱卿 此事你要替朕多多奔走 你们二人身为主妇考官 一定要秉公办事不得有私 遵旨 请皇上放心 去吧 年轨 明天就考试了 还读什么鸟书? 六兄 你这一考可非同一般 不仅试图 而且还适合到 不说这些了境地 明天三经起床 四经去贡院等开龙门 还是早点睡 好吧 坐吧 我要是不中了 最多回江宁老家务农 经弟 江宁老家是否有家人等待 我不如刘青你运气好 手谈得美人 经弟 帮帮忙 把靴子脱下来 你怎么回事 各亚门请安 十八份考官 还有礼物从各亚门调来的监视 迷风 兽卷 供给 队毒 卷禄等官员都到齐了吗 骑兵大人都到齐了 好 劳罚众位了 众位 准备行大礼 为国家设计秉公取势 不训私情 不受请托 不纳贿赂 有负此意 臣名供给 开龙门 开龙门 天地玄黄 按照刺许入场 不训练 这个好 直接好 拜拜 我不训练 我去了 幹甚麼? 喊什么?你不懂, 这叫索围 吃饭怎么办? 有人从窗口给你送 赵活了怎么办? 围门上锁, 交轿抬开 发生火灾, 算你活该 若是喊叫, 烧死不开 我的妈呀 第一题 第二题 很好 插 八 八 第三题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焦俊 开门 开啊 走走走 那边走 文章好坏 文章固且不论难得一笔好字 抬起头来 让本官看看 还是个锣锅 你这种人六根不全 还想集地做官 一靴摸摸都不配 何大人 你 还是头匠驴 交件咯 不论 有没有 你还要把我看起头 喝点个水 我还要把我看起头 找你一张 要不论 你不认识本官吗 走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你们这是干什么 放开我 滚 放开我 走 滚吧你 出了什么事了 走 等一下 跟我来 再敢就要杀你的头 刘兄 八年寒窗 就为这么一个购官 名落孙山了 我想那主考官他就未必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和珅可是当今皇上的宠臣呢 我一定要抱这一箭之仇 特别是他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找你父亲 中堂大人帮忙 不 家父一生清廉 对我要求极严 我三十多岁 第一次进京复考 首先过的是家父一关 我对自己有信心 没想到和珅他会从中作梗 我父亲现已退休在家 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的平静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背随落棍, 我心不落棍 老爷, 外面的马背好了 好 这酒啊, 我是一天不喝 我嗓子眼就痒痒 这马呀, 我要一天不骑 我这屁股就痒痒 这两样东西, 我连做梦都想 小二 你怎么打扮这么半天 就来 小二 我这儿还有 爹 等会 好, 爹 好一个假小子 爹, 我今陪您骑马 好啊 我看, 你呀 骑马是假 看榜是真 好啊 我接下来 喝车 好啊 我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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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一百两银子没白话吧 当进士了 怎么样 一百两银子没白话吧 冲戏 爹 你一骑马就精神 爹 如马生涯痛快办事 一进宫去就糊涂一世了 小儿 您是希望刘公子重还是不重 希望他重 因为他是少见奇才 不希望他重 因为他是个锣锅 我呀给他像过面了 必重无疑 榜上无名果不其然 果不其然哪 这是在意料之中啊 我又不再重 今年不重 来您再说吧 原来现在人叶子 再说吧 下紧 你不留在哪 你好你好 你好 中了没有 没中 我跟你们一起来 今年不新的 没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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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走 这个事儿不对 小二 你去找人 外面 我们走 我们走 听说待会前龙爷要来市场 不要当着他的命闹一闹 刘兄 上次下棋 你凭聪明和运气捡了条小命 这次再闹你真的不要命了 来 听我说 这招行 刘兄 使不得 使不得 王爷 王爷 还没恕罪 下官所知 大体如此 好 麻烦你了 你快进去 皇上去贡院了 爹 上次刘公子不是交给您一个红帖子 让您亲自交给皇上差月吗 哎呀 你看我老糊涂了 小二 快上马 走 小二 上马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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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恕 老子 出十五名 都得 我一百二 来来来来 我一百三 亏 今天您好 好 这呢 好 太重 不容忍 往上看 卖完了 壯元卖完了 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 榜妍卖完了 看华卖完了 是谁 是谁 丹丹玷国家取士重地 来人 马上给我集拿归来 是我坐下的 在下山东草民刘雍叩殿皇上 好你个刘雍 又是你 还不给我拿下 元王 站什么 元王 老实点 皇上 您坐下说吧 大胆的狂徒 竟敢把堂堂贡愿 改为麦丸 皇上 此人六根不全 不拒诚恨 谋圣地 离当问斩 我冤 冤枉 冤枉 不拒诚恨 便做出如此玷污斯文的炼刑 你还有何冤枉可汗 皇上 皇上 草民留庸 冒死捍卫的 是先祖玉笔贡愿的尊严 皇上 皇上 他善改欲比 还敢搅赖 皇上该斩 对 该斩 朕问你们了吗 是 刘雍 你说 皇上 草民留庸 曾在考试前 在琉璃最酒楼花一百两银子 买的红铁一张 没有拆开 于当日交给六王爷 请他转成御览 据那卖铁的道士说 他每天卖得百余章 得银子有万两只巨 那铁铁是什么 草民断言 是考题 什么 难道 难道会有这样的丑事 六王呢 六王呢 六王 老臣来也 老臣 见价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 刘雍给臣的铁子 还在这儿 臣也没有拆开看过 请皇上预览 承上来 这样 好 考官 臣在 三道题 一字不差 你们 你们怎么敢泄露口题 臣罪胎万岁 你知罪吗 罪胎万岁 罪胎万岁 来人 让 把他们给我押走后审 皇上饶命 走 刘雍 草民在 朕先放你回去 但不许离开京城 待朕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谢皇上恩典 皇上圣明 和尚 百驾国子剑 我要亲事这次重磅的举子 遵旨 起驾国子剑 起驾国子剑 download 那些牧鸞 山西共生徐伟生参见皇上 徐伟生听起 学生听着呢 朕读上脸你对下脸 一行征宴向南飞 两只烤鸭往北走 什么 你听清楚没有 朕说的是一行征宴 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 这征宴是出征的征 烤鸭是烤熟的烤 蠢蛋 你老是告诉我 你是如何买的尸体 托人做好带进棚内 抄于卷子上的 我托人做好 抄在袍子里 就在这儿 这儿 还有这儿 好 好啊 来人 炸 把这只蠢鸭肥鸭给我拉出去烤了 皇上饶命 走 皇上 走 皇上 皇上饶命 住家 sor 三 穿皇上 考生夹课第二名 穿皇上考生夹课第二名 穿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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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慌慌张张干什么 血绳承身的 废 双字号的靠 靠 靠 靠手 晃 晃 晃 我出题你吟诗 朕不要你七步为师 允许你走上十四步 画上出个题目 小点音唱一反 画上出个上天了 朕要出的题目是 是 真月 皇上 不要誓死不了 七步就种 皇上 您请按这小圈还不解吧 正月 理了 正月 正 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等 红等 绿等 我却是驾等 小了妹妹才是真青 来哑呼 嘿 住口 我看你也就会这些银瓷俗调 还种不种 来人 炸 给我拉下去 先赏他五十大碗 炸 皇上 你屁股肿了 皇上 皇上 揍了来吧 皇上 还有一个 弟子号 帝子号 弟子号考上 朕今天不给你出题考你 后天一早 你到顺天府衙门做一天的知府 朕要亲临大堂看你如何审案 起降 起降 是你打的我 最先打的我 我没打你 是你打的我 你先打的我 你打的我 是你先打我 老道和尚不许吵闹 到底为什么上堂打官司 老爷 他骂我长发不变每天打扮 不男不女 实在是难看 老爷 他骂我身披袈裟头上无发 割掉耳朵像个西瓜 骂得还挺顺口 老爷 您瞧 他咬我的鼻子 您瞧这血 倒是 怎么回事 从师招来 老爷 是他自个儿咬了自己的鼻子 咬出血来了 他还赖我 大半和尚 自己咬了反告人家 老爷 自己咬鼻子够不着 够不着 对 对什么 老爷 他站在地上够不着自己的鼻子 他不能站在板凳上够自己的鼻子 他把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 他赖我 他欠我十两银子 他不想还他赖账 你给我做主 我老爷 他得还我的银子 欠我的银子 还银子呢 我怎么不欠你十两银子 你还我银子 什么话说清楚 还我银子 老爷做主 为啥 是为了银子 和尚 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破了鼻子 犯赖人家 这什么 拉起重打四十大板 慢 地责号考生 在 你且站在板凳上 自己摇摇鼻子给真看看 遵旨 我看不够高 让学生站在桌子上试试 把他给我赶出去 赏给他四十大板 皇上 皇上 皇上有旨 皇上有旨 上回考试不算 三日以后重新复考 皇上 但这份维军场出题 上次重绑菊子一律带刑具 由锦衣卫押送考场 防考生不许携带骗指之字 否则不许入场 钦此 没出息 老爺 幹甚麼?在那兒等著, 別進來 什麼東西? 羅鍋子 羅鍋子 來呀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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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來了 胡子翹的老高一定是又生氣了 誰又惹他了 等那麼大官 他走路不會走 爹 爹, 您怎麼來了? 我怎麼來了? 你們家男人官大了 我不能來了 爹, 看您說的 我的意思是說 您也不先派人來說一聲 女兒也好到門口迎接您 你們家還有這個婆 羅鍋子 爹, 有話慢慢說 燕翠, 快來扶王爺 出來 爹, 他人還沒回來 您先坐著 爹, 您先消消氣 丟人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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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他到底惹什麼事了? 惹什麼事了? 這個羅鍋子 真是如此不可教授 爹 您別羅鍋子羅鍋子的 您女婿 好歹也是宰相 一品大元 一品大元 您怎麼叫? 讓人聽了都不好聽 一品大元 宰相 他呀 全無一點 大家風範 一點皇族唯一都沒有 這到底是 你看著 王爺 起來 就這樣在頭上 爹 一臉的喉嚨 氣死我了 我幫你喝茶 燕翠, 拿酒去 什麼事? 麻煩公公通稟一下 順天服飲陳濟善 官父原職 求見何大人 令有要事相告 等著 參見何大人 謝何大人幫忙 讓我官父原職 謝 行了 別謝了 有什麼事快說 小事 混賬 小事他叫我什麼 這也不完全是小事 但是什麼事快說 何大人 是 魁公子的事 小人照大人的意思辦了 辦了不就急了嗎 可是 那原告秀卿 他不肯收那二十兩銀子 撤案歸鄉 現在他滿大街的高地狀 混賬 你這是替我辦事啊 你這是敗壞我的名聲 不敢 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辦的 可那原告他就是不聽 這小的 那你怎麼敢讓刁民在街上擾亂民心呢 是 你官父順天服飲 不能維持京城風化 我要你何用 是 是 你小的明白 我馬上去辦 我馬上去辦 等著 你明白什麼了 我馬上把他抓起來 我看他到哪兒去告去 我要斷那個 自擾京城 有傷風化罪 你 你 真是 葵海 這誰敢惹 這誰敢惹 現在還有點清官 聽說那劉大爺還行嗎 這不關心 這不是 這狀態 姑娘 捲起狀直走吧 那奎海是你能靠倒的嗎 那是告到當天劉大爺那兒 那就好了 不是嗎 姑娘 劉大爺天天早上從這兒過 劉大爺你就告他去吧 對 告他去 對 就在這兒告他 這不是劉大爺那叫的嗎 是啊 姑娘來了 姑娘要劉大爺叫的 快去告他 快去 冤枉大爺 冤枉 冤枉 我叫 冤枉啊大爺 大爺 冤枉啊大爺 大爺 老爺 有人攔教喊冤 有壯職 拿上來 是 我聽 是 清河縣民女李秀卿訴狀 今年正月十五元宵節之際 我與姐姐秀玉出外觀燈 當朝宰相和珅之小舅子奎海 老爺 奎海是和珅的小舅子 和珅的小舅子怎麼了 王子犯法與民同罪 你給我接著往下念 有道 對 是 是 是 調戲我姐妹二人 並將我姐妹二人搶搶而去 我姐不堪折磨 壯住而死 哎呀 往下念 是 壯住而死 我循跡逃出湖口 望晴天大老爺秉公直斷 為我姐妹二人申冤 老爺 這可是條人命啊 問他 為什麼不到清河縣大堂去喊冤 為什麼不到清河縣大堂去喊冤 喊了 清河縣說 鬼喊是京都人 叫我到順天府去告狀 案發清河 清河縣推諉其責 有獨職之罪 老爺 我記住了 張誠 告訴小女子 讓她到順天府 告清河縣令 獨職不辦之罪 你到順天府 告清河縣令 獨職不辦之罪 夠了 校民等了十幾天了 要無音信 後來 順天府的陳老爺 給了校民十幾輛銀子 請小女撤案回京 小女不服 只好當街攔教 豈有此理 別害怕 老爺不是說你呢 說順天府 豈有此理呢 案子我收下了 劉恩 在 狀子遞給我 是 帶回去細問 謝謝大老爺 謝謝大老爺 小女冤枉 終有出逃之日了 起跳 謝謝大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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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姨有救 這下有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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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吧公娘 唉 順著這條路再往前走 過了紅牌坊 再走百步 就是劉大人府上了 快走吧 唉 謝謝大老爺 謝謝大老爺 謝謝大老娘 謝謝 我呆快走怎麼樣 這 這 王小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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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跑 站住 放开我 把你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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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家听的 我大清皇恩浩荡 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救命啊 胆仍有 玩乐刁民 游街走户 坐地诬告 无事生威 自扰生平 今后一切诉状 均需通过有私承达 不许漫天喊冤 一经发现 当从壮至楚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走 走 张成 那小女子是不是被顺田府抓走了 赶紧给老爷回话去 我瞧一眼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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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小的不敢 连个小小的女子都看守不住 我要您都有何用处 老爷 老爷 顺田府也实在是太猖狂了 我们一不留神就还敢顶嘴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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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子确实被顺田府那几个差役给抓走了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您发句话 我立刻把那几个毛贼给抓起来 有胆无猫 有什么用处啊 您的 老爷 急什么啊 这么久 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请好吧你 是夫人哪 到二门外等我 怎么了 有什么吩咐夫人 怎么了 我问你 今儿个朝上 什么事惹老爷子生气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你可别骗我什么 看夫人你说的 我刘庸有什么事敢瞒着夫人你呀 反正 你要是说明白了 兴许我还能帮你挡了一阵 你要是不说 老爷子正在屋里坐着呢 等着你 我过了 老爷子 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老爷子 是 顺着点 让老爷子消消气 你也是朝廷命管 是 你也是有顶带花灵大大院 小夕不知老爷子您要说什么 请指教 爹 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周正 您提个醒 是 他不是财头皇上跟前做事吗 你做事 你 你是什么人 老爷子 我是您的女婿呀 女婿 你什么女婿 你是参与国政的大臣 大秦国 是什么 大秦国就是皇上和我 和我们 是 是 你说在那儿 就要偷着大秦国的 威王 是 爹 他到底怎么了 您倒是说呀 把人都急死了 你给我走一圈 走 让我走 让我走 小夕还有事情 落泰山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你回来 谁让你走 我是让你走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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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你看看 你看看 爹 您这是让你女婿在这儿溜腿呢 走 走 小孩 你看 我大秦国的设计 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老泰山 小夕是真的不懂 这走路怎么还 爹 我当是什么事 惹您发这么大的火 原来是为了他走到的这个姿势 他生就了这么富身板 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 你让他怎么个走法 这走路又不关乎天理伦常的 直到您发那么大的火 不关乎天理伦常 什么叫官场 官场就是做官的厂子 是 卖驴卖马的牙行 都还有个规矩 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 老泰山 小夕只要兴放正明事理 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 至于这走路 我说了半天 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啊 谁跟你说做人哪 我是教你做官 你啊 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浑小子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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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没有 这叫什么 这就叫官部 做官的 做官的就跟平常人不一样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官养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心 什么 心有症 是 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大豪看看 看得见吗 看不见 人是义上马是岸 人的外表 就能够看出他的品级 身份 威风 你纵有满腹经轮 不会走路 也是狗屁 多谢老泰山指教 老爷子放醉屁 他说什么 他说您说的对 过去 爹让你学 你去跟着学吧 爹说的也有点理 什么有点理 道理大了 跟我学 出左脚 右手在前 这是朝中 腿摇 身不摇 这才是大清国朝臣走路的样子 不是投机的时间 脚是根基 布是钢肠 不管遇到多大的事 步伐不能乱 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诚服 心胸诚服 笑什么 你以为这官是这么好当的 你给我好好的练 是 明天 可再也不能给我丢这老脸了 好好练 我喝酒去了 爹让你学 你就学呗 卢哥子 练 来 来 我来 来 快吩咐教父们被教 快点 老爷 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 对 看见什么了 耍猴呢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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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顺田府 是 去顺田府 是 去顺田府 我打死你 人呢 刚才还在院子里呢 罗公子 溜了 鼠 进来 那你 是 那个 Marian 人生 龙老爷 就说他那事是连人带事都没影了 是 去吧 师爷 这秀玉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呢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再没什么人了 原先还有个老娘 前些日子连病带下 他已经死了 好, 死了就好 老爷, 外面有人击鼓 您要觉得身子乏的话 我告诉他们, 您到部里去了 明日升堂 老爷 老爷 我站一旁, 何人击鼓, 带上大堂 进去 我站一旁, 何人击鼓, 带上大堂 进去 大胆村夫 建了本府 为何不跪 大胆 跪 下面跪 下面跪的 姓氏名水 老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刘三 刘三 你状告何人 我与小女秀卿 到顺天府 状告恶少魁海 逼死我女 秀玉一案 什么 因判状不公 我与小女秀卿 只好当天拦教告地状 不料今日 有时害客 顺天府的差役 把我小女秀卿 强强而去 我到顺天府 要求放我小女秀卿 严惩少魁海 替我小女秀玉深渊 你,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还我小女秀卿 严惩少魁海 为我女秀玉深渊 不对 他怎么又出了个爹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 他父亲 我问你 到底叫什么名字 刘三 大胆丢名 秀玉秀卿姓李 你姓刘 刘家之父 也能生出李家之女 快说 说 秀玉秀卿 乃我义女 大胆 大胆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起本官来了 本官办案 明察暗访 原考三代延吉武服 原考三代延吉武服 莫说是义服 就是堂兄供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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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侣 我不为名不为力 只要一个公道 公道 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 来人 给我重则五十大板 你敢打我 老爷 老爷打的就是你 你 你后悔吧你 你 混蛋 二 二 三 二 三